另外就是因為近期的一個本土疫情的升溫 那我們為了要加速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的 一個檢測的結果 我們會 已經已經進行這個相關的防治策略 那現在因為我們的家用快篩事實上 它的 特異性高達99% 所以 對於這個有傳染力的一個個案有高度的 鑑別力 所以而且它可以自行操作 所以我們會即日起就是 將這個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 在隔離或檢疫期滿前 第10天的採檢 都改為快篩 那也就是說在居家隔離期間 除了這個 第一次 就是dailing的時候會有一次的PCR 那再來就是第5到第7期間 有一個快篩 一次 那第10天的PCR改成快篩 那另外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在第2天跟第4天 也都是用快篩 那居家檢疫的部分 原來是在第0天是做PCR的一個檢測 那這個也是不變 那我們原來是第3天 第5天 第7天 是做快篩 那我們現在把第7天的快篩 移到這個第10天 第10天來做 所以原來的第10天的PCR就 就不做 那還是改 第2天跟第4天 在自主健康管理的時候再做一次快篩 那這個都不變 那所以我們這個部分就是 只要他採了 第10天的居家檢疫跟居家隔離 快篩是陰性的話 那才可以解隔離 這是目前的一個新的政策